西魯市三峽分局前面呢 有一個警局專用的紅綠燈 這一名男子呢 開車經過的時候 完全沒注意到路口耗製 甚至沒發現已經有警察 在等紅燈了 照樣闖過去 被攔下開一單罰了四千 事後呢 他提告想撤罰單 居然是騙法院呢 為了急著再三歲的孫子看醫生 才會闖紅燈 幸好警方有保留取締畫面 證明他在說謊 有沒有搞錯 遠景機車就在這兒等紅燈 還當沒看到 闖紅燈駕駛 見到警察追上揮手 要他靠邊停 雖然配合卻想耍賴 前方那個分局 闖紅燈下行照 麻煩 好像太大了 我就停得下來 你們停不下來 我也沒辦法 實際來到開單地點 新北三峽的中正路一段 剛好在三峽分局前方 梯子路口對面是店家 不會有車過來 只有警局這邊車輛進出 這個紅綠燈 形同警方專用 卻有民眾公然違規 採訪這天跟開單日一樣 冬天下午 的確有駕駛覺得太陽刺眼 但不難處理 會有一點影響 因為如果太陽太大的話會 這會妨礙你看紅綠燈嗎 一定會 那你要怎麼預防說不小心違規 就這樣吧 我倒要看這個回光 違規駕駛第一時間把責任推給大太陽 收到四千元罰單後 想提告撤銷 上法院就改口 三歲孫子急需就醫 不得不闖紅燈 法官看驗畫面 車上乘客只有副駕駛座的朋友而已 抓到駕駛說謊 判他敗訴 律師分析 就算真為了家人趕去醫院 而闖紅燈 能否徹罰 要看情況 譬如說你今天已經嚴重到失明了 流血不止了 昏迷了 還是孕婦要臨盆等等 這種情況底下 因為非常的危急 因此闖紅燈所造成的這個風險 是我們認為說是可以容許而退讓的 違規男子不只在乎罰四千 也在意交通違規計三點 他是連接車駕駛 雖然不是上班時間被開單 人會擔心因此影響工作 記者劉松林無上線 新北市報導 臨時 Ci事 要留意 留意 各所 開始 開始 開始